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没有什么新的心情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新的心情 来到这里有什么感受 就是觉得很不一样 因为没有来过这里 然后觉得很新奇 像在探险一样 也很期待 是的 而且今天秘密来到我们这个 宝洁的北京研发中心 有好多人都来看你 有一种是棗楼的感觉 对 大家都非常地支持秘密 今天秘密来到我们的现场 当然是有很多的事情要做了 当您作为我们国内 护衣流强珠品类的开创者 多年来是一直专注香气 不断地突破 那我们这次的新品 又有哪些这个闪耀的新一面呢 当然今天我们也请到了 宝洁大中华区 织物与家居护理部 副总裁Sara Zhang 来为我们介绍 让我们掌声欢迎Sara 欢迎欢迎欢迎您 欢迎您 明明我们可以往这边一点点 对 哈喽哈喽大家好 我是织物护理的Sara 很开心在这里跟大家见面 嗯 欢迎Sara 今天来到我们来到我们的现场 当然要是跟大家分享我们这个新品了 对不对 有什么样的话想跟大家先说一下吗 好的 那我首先呢代表宝洁公司非常欢迎 其实我们宝洁在全球有好几个研发中心 那北京也是我们亚洲的研发中心 最大的一个研发中心 那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当尼 当尼其实是一个1961年就成立的品牌 然后1997年我们把当尼 从全球带来的中国 服务于更多中国的消费者 那我们一直在这个品牌上希望致力于给当消费者 除了把衣服洗干净 从而有更多的相分的这样的一个洗衣体验的一个品牌 但是我们并不满足一次 那我们这一次呢是不仅仅在12周持久留香的基础上 我们更加是提升了抵抗意味这样子的一个新的科技 所以大家不仅仅是能够感受到12周的一个持久留香 自然也不冲鼻 然后也非常的持久 同时呢我们还可以不具我们的汉味 不具我们的这个梅味 然后在任何时候全身都能够抵御我们的意味香香的 所以呢非常感谢大家来这里 跟我们一起见证这款新产品的诞生 谢谢大家 今天两位走上台的时候 我们都已经闻到当年的这个非常标志性的香气了 那今天我们来到了这个宝洁的北京研发中心 当然我们要好好地感受一下我们当年研发的一个实力 对不对 所以今天呢我们当年也将首次地来公开这个研发实验室 还有高精尖的仪器 所以下面我们就要有请宝洁高级研发总监 Yula为大家来介绍 来掌声欢迎Yula 欢迎欢迎 大家好 我是来自于宝洁研发的Yula 欢迎杨幂还有大家来到宝洁北京研发中心 首先呢我简单地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研发中心 宝洁北京研发中心 是宝洁公司在亚洲最大的一个研发中心 它在1998年来到了北京 2010年落户顺意 整个研发中心有700多位科学家 其中有100多位博士 我们承载着中国亚洲乃至全世界的创新任务 不断地被消费者带来惊喜的好产品 当尼和宝洁创新都是我们的命脉 这一次当尼的全新升级带来了全新郁味的科技 能够打造出12周的持久油箱 欢迎大家一会儿一起来体验 是的我们今天也介绍到了 我们要来探索一下我们当尼这个新品的品牌宿源之旅 所以想问一下秘密现在心情 一会儿就要上去来参观我们这个实验室了 现在心情如何是不是很期待 我听说等一下有专业的仪器 然后有很多顶尖的科技还有设备 然后也想去领略一下风采 感受一下 对感受一下 这个也就是平时我们感受不到的 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好好来探索一下我们的香气来源 那秘密也是当年进入中国市场以来一直携手的好伙伴 那对于这个义务的香气 当然是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还有这个高品质的追求 那我们听说今天我们会安排秘密来担任我们的首席建箱师 对不对 会来探索我们全新升级的这个防疫味护盾产品 所以一会儿我们就要看到秘密的这个变装的一个过程 要变成我们的建像师 那同时今天是我们超级品牌日的溯源之旅 然后也会帮大家来解答很多各自心目当中的一些问题 那我们也知道 Sarah今天也为秘密准备了一个工具大礼包 对不对 来我们请工作人员送上来好不好 好 这个就是一会儿你的皮肤 没问题 等一下我就换上新的皮肤 对 你要换上新的皮肤 跟大家一起去参观 对 对 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个是我们一会儿要进入实验室非常专业的 这个白大褂 还有这个护目镜 对不对 一会儿我们就要化身成我们的科学人员 然后进入到我们的实验室 来 先帮我们保管一下 谢谢 接下来呢 我们要欢迎另外一位老朋友 我们在三月份的这个当地的发布会上 就已经见过了 就我们的科学家 Melody 来欢迎Melody 大家好 我是来自宝洁研发周庆的Melody 今天会有我来跟大家一起陪伴我们的宝洁京东超级品牌日的溯源旅程 嗯 今天Melody要带我们一起来溯源 然后好像也带领了一些这个问题来到我们的现场 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板子 来 看一下 这个板子上面都有哪些问题呢 咪咪要不要我们来撕一下第一条 好 有了 好 来 这个给我吧 丹尼的专严意味防御科技是什么 来Melody 那这个就要去我们的感官实验室来为大家解答了 跟我一起来吧 好的 来这边有请 这边有请 丹尼为观众朋友们准备了购买福利 那我们现在就来到了感官实验室 所以我们要请Melody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的感官实验室是具体来做什么的 嗯 那这就是说到了我们的这个感官实验室啊 其实就说到了我们的这个晾晒的环境 那我也想问问秘密 就是你有没有发现你生活当中 其实衣服在晾晒的过程当中 就有可能产生异味呢 嗯 是有听说过也了解过 嗯 是的 嗯 那就是尤其是这个南方的天气 回南天呀 比较潮湿 对 对的 对的 嗯 那其实为什么呢 因为潮湿的地方呢 它是比较容易 这个让脂肪上的细菌 对满虫比较滋生的 尤其是细菌 它就会产生一些异味 那我们也知道我们国家是一个浮原疗库的地方 有南方有北方 它的这个晾晒环境都是不太一样的 对 那我们当年流香珠 为了能够打造 既适合南方又适合北方 让全国消费者都能享受 泥无香气的产品 也花了很多功夫 那这个就是我们感官实验室 要承担的任务了 嗯 好 那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其实这里面有很多小小的隔间 那每个隔间呢 其实我们都是能够独立的设置 不同的温度湿度的 那它可以最大程度的去还原 南北方不同地域的晾晒环境 然后从而帮助我们达到 比较适合全国的消费者的这个 这个流香珠产品 那我们第一个房间呢 其实我们这里设置的温度和湿度 稍微低一点 模拟的呢 就是这个 我们北方秋高气爽的秋天 其实恰恰就是现在我们北京的天气 你可以感受一下 可以走进来 闻一闻这里面的香气是什么样子的 可以走进来 稍稍看见头闻一下 嗯 什么感受 很香 很凉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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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模拟北方的气候 对的对的 这是我们用我们这个 当尼自由之森产品洗过的 好 很香 在这里都能闻得到这个 是很香 我们再来走到这个房间 这个是模拟的 我们南方的特殊温热的环境 我们来感受一下 嗯 很吵 很吵 很真实的反应 那个用名要不要来闻一下 你两边也都闻一下 感受一下 这是我老家的感觉 您是南方人对不对 这个北方的您要不要来感受一下 刚才我是有有有闻到了我们自由之森的这个味道 哦 这个 很秋高气爽的感觉 对这个就是非常有这个北方的感觉 北方的是 舒服很感爽 好的 那那刚才我相信大家已经感受到了 其实不同的这个温度湿度下的晾晒环境 它同一款香气 我们感受起来还是略略有一些不一样的 那尤其是南方的这个环境啊 就是这个异味容易滋生的这个环境 但是我觉得香气一样的好闻 嗯 是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当你一定要设置这样的感官实验室 亲自去模拟消费者的环境 来来还原消费者的这个真实的环境去达到这样的好的产品 嗯 那呃除了刚才说到这个晾晒的过程当中会产生异味啊 其实我们穿着的过程当中也同样有很多异味的挑战 那就需要我们新升级的当你异味科技来解决了 嗯 所以你在平时这个衣物的这个穿着的过程当中你有感受到这种异味的困扰 嗯 会有因为可能我作为北方人但是有的时候会去南方拍戏 嗯 然后一到夏天的时候潮湿啊什么事啊是比较严重的 嗯 所以衣服一直放在柜子里面就会有发霉的味道 嗯 没错 所以这个应该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嗯 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 来 我请你撕开这个 还是这个呢 对 第二个问题 哎 怎么证明当你洗过的衣服连出汗都是香 嗯 那就是需要我们来我们准备了一个小实验 让我们一起来这里见证一下吧 嗯 当你也为观众朋友们准备了购买 接下来我们马上就要做实验了 但是我们做实验之前呢还是要再次的请出我们保洁大中华区 职务与家军护理部副总裁 Sera加入我们 欢迎Sera 哈喽哈喽大家好 欢迎咪咪来看我们的实验 嗯 欢迎Sera加入我们 然后呢 其实我们了解到Sera不仅是我们保洁的这个 呃商业市场这块的掌舵人 其实她也参与到我们当年的整个 从研发初期就有参与深入参与到 所以应该对我们的产品非常非常的了解 所以接下来我们也需要 呃 Sera跟我们一起来了解哈 跟我们探索这个全新的实验好不好 对 我觉得呢我们说很多 大家都会觉得是我们做品牌方的在给大家吹嘘 对吧 嗯 我觉得这样子就是一个眼见为实的实验 告诉大家 为什么我们当时留乡猪是一箱的天花板 然后同时它能够让我们的所有的意味消失 啊我自己给这个这个这个呃 Demo我是非常非常喜欢的 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看一个魔术一样看我们的这个Demo 我们要做这个实验啊大家要做哪些东西 没有问题 那我相信啊大家平时都有这样的经验 就是早上的时候我们穿了一件非常清爽的干净的衣服出门 打扮的美美的 可是出去略个弯出了汗 就发现身上慢慢有一些酸酸的不好味的味道了 因为出汗了嘛 所以呢呃这个出汗以后啊 其实它是因为这个汗液和我们身上的这个皮质在 又经过了这个空气 它发生了氧化的反应 所以就产生了一个异味 那我们呢我们今天准备的这个小实验呢 就想让大家来看一下 就是我们同样都是出汗了以后 那只用洗衣液洗过的衣服 和用我们当年含有浴会科技柔香珠洗过的衣服 有什么区别呢 那首先呢呃我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因为要做实验我就把我的手套和风镜先都戴上 嗯一会儿我们有操作的时候可以再拜 确实有时候我们夏天就是出门在外 没有办法就第一时间的更换衣服 所以它就是久了之后确实会产生一些不太好玩的味道 嗯对对 好的那现在拿在我手中的呢就是模拟的汗液 呃大家知道啊 其实生活当中我们出汗了以后 汗液是无色的 那怎么才能知道这个汗液 有没有在悄悄的发生产生意味的这个反应呢 所以就需要我们的模拟汗液了 然后这个汗液模拟汗液它是蓝色的 给大家看一下 看到了吗 嗯因为它就很神奇 一旦遇到了空气就会是蓝色的 嗯嗯 氧化就是变成蓝色 对的 那我接下来呢 我先呃 模拟一下我们生活当中出汗的时候 呃衣服上沾染了汗液的这个过程 然后一会儿我再邀请秘密像我们一样 从那儿而外的来把这个汗液滴在这个衣服上 请大家仔细观察一下啊 哦确实我们的汗就确实是从里到外的这样 对 沾在衣服上 好 那秘密您看到了什么样的现象呢 呃蓝色的在盛开 对的 它是蓝色的对吧 那说明它正在上我们的汗 嗯 对吧 在扩散 嗯 然后衣物就在吸收这些汗液 就是面积就会变大 好 那呃不知道您有没有兴趣跟我们一起在第一下右边的 如果 好那我是要带 带上你的皮肤 对带上你的皮肤 你的配件 这里面也有一副小小的手套 嗯嗯 所以这边是用我们普通洗衣液洗过的这个衣物 然后这边呢 一会儿秘密要给大家展示的这件衣服 就是由我们当尼的全新 我们的惠意流墙珠洗过的衣服 看一下会有什么衣服 这边就行了 像我刚才一样 对 太多了是吧 没关系就刚才那个量就可以 嗯 要应该再少点吗 嗯 可以就这些就行 嗯 可以试着滴 这样吗 嗯 对 这就是一件用当尼流墙珠洗过的衣服 嗯 可以带给一些这样跟它的面积会一样的 我们大家也可以一边观察一下 嗯 这个新滴上去的 在浴味流墙科技流墙珠 这个浴味科技流墙珠洗过的衣服上 蓝色的液体 它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首先呢它会跟这件衣服一样对吧 也留下这个汗液 但是我们稍微等紧等一会儿 嗯 它确实在变化发现了 是不是 看到了 变淡了 它的颜色会变浅 变淡 对吧 我相信大家已经看到了 尤其是第二次滴的 明显跟第一次滴的固态一样 第二次变得会更深一点 对吧 因为第二次是刚滴 对 后面补过的 后面补过的 大家已经很明显的看到那边的颜色 跟我们用普通洗液洗过的颜色 就是已经是那边基本上已经全部中和掉了 对 再等一会儿应该就是可以 嗯 那我也给大家讲解一下 为什么这个蓝色的溶液会可以慢慢的消失呢 就是因为我们用当年玉味科技炉箱中洗过的这个产品呀 嗯 它其实是含有我们玉味科技的这个这个因子的 那么这个产品呢 用它洗过了之后 这个衣服上就好像是形成了空气 形成了保护膜一样 就把空气给阻隔开了 那即使这个汗液遇到了空气以后 它就没有办法再进行产生异味的反应了 所以蓝色呢 已经双湿了 对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不知道镜头能不能给这个衣服两件 很明显的对比 其实是 然后就是没有了 我给大家讲一个我本人的体验啊 因为我有时候下了班我会去健身 但有的时候晚上突然有一些聚会 那我甚至如果用了当年洗过的衣服 我健完身我都可以直接去见朋友 而他们不会感受到我身上有任何的意味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能够让大家在生活中 然后在日常生活里能够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神器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当年 真的很神奇 真的很神奇 就在我们聊天的过程当中 你看秘密刚才做实验的这件衣服上面的这个汗字 已经完全消失不见了 但这边还是有残留 这个就是非常明显的一个对比了 哇 这个真的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那其实我们在日常穿着的衣服的过程当中的这个持久流香 跟防御意味对大家来说都是非常必要的这个日常的需求 那我觉得有一部分朋友最近格外的需要我们这个当年来守护 就是因为九月份嘛 九月份有很多同学要入学 开学了 对然后职场有很多这个马上要新入职场的一些朋友 所以想问一下Sara有没有什么建议可以给到我们这些马上要入职的新朋友 或马上入学的新同学的 对 那九月份其实是一个新的这样子的一个季节的开始 那我们有开学的 然后有复工的 然后很多很多朋友都会在九月选择一个 好全新的心情去迎接这一年的下半段 那我也希望大家在这个时候能够用我们这个当年的这个产品 那我本人呢 其实是最喜欢这一款 就是我们刚才调这个茶暖时光 我觉得非常非常适合秋天来使用 那我也这是我个人的喜欢 啊大家可以自己去选择我们每一款相信 其实它是有搭配不同的心情 然后搭配不同的季节 那我们当时都是有我们是非常清新的设计的 那我也希望大家在这个秋天的季节 有我们的这个茶暖时光 然后能过一个非常开心的九月 嗯 秘密呢有什么话想送给支持你的这些马上要新入学 跟新入职的朋友 嗯确实九月份是一个新的开始 嗯 然后嗯 天气也转冷了 那可能尤其是我们是时候拿出秋冬的衣服来了 那秋冬的衣服上经过了一年的等待 那它可能身上难免会有一些味道 但别担心我们的当年 会让你有崭新的面貌 跟你的这些衣服一起 然后去迎接崭新的未来 嗯是的 就让你的新一面闪耀起来 嗯是的 那我们这个夏日出汗的这个问题 就完全可以交给我们的当年来帮你解决 然后让你这个衣物可以清香一整个秋天 那今天呢 我们保洁京东超级品牌日直播间 购买当年的新品 还有很多的这个惊喜的优惠 200克三瓶的爆款箱形组合 下单力减40元 包含有鹰斩微熏 慵懒熏香 矿骨悠懒三款人气箱形 一概带来全家12周的持久清香 那还有450克超值家庭装 三倍超大容量的升级 那全家都能用 今天在直播间购买呢 一件减15 两件减50 领券还能再减10元 所以大家赶快下单 用当年一来开启 自信加分心里面 助力你在每一个day one 都可以闪耀上场 那接下来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 一定要注意了 我们马上要给大家送福利了 要感谢大家对我们直播间的支持 那稍后我们将抽取一位幸运的观众 来送上秘密亲笔签名的账名 给大家展示一下 亲签亲签咯 咪咪刚才一来就给大家签名了 这个亲签的照片 这有狐狐 这有狐狐 如果你们想要得到的话呢 非常简单 咪咪一伙会 帮我们倒数3秒的这个倒计时 然后大家就可以点击 我们屏幕右上角的15 抽奖的按钮 然后我们本轮抽奖的时间是5分钟 如果你们想要得到的话 赶紧点起来 那我们请秘密给大家来倒数3秒 来吧 3 2 1 开始 开始点击啊 赶紧点击我们的参与的按钮 一键就可以来参与我们的这个抽奖 千万不要错过 那我们抽奖的朋友呢 记得要主动来联系我们的客服 来兑换您的奖品 好的 那刚才我们是在这个感官实验室 感受到了非常多的这个奇迹 香味的奇迹 第一个问题跟第二个问题 所以我们的秘密 你觉得刚才那两个问题回答的怎么样呢 我觉得非常的神奇 而且又看了一个很神奇的实验 确实是见证了一场奇迹 但其实它也不是奇迹 它就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 是的 这个就是我们科技的力量 所以接下来我们继续的来看下一个问题 好 来 请秘密为我们来揭晓第三个问题 就是 好 来 请大家念一下 谢谢 凭什么说当迷是刘香珠行业的领导者 嗯 好 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是不是要换一个实验室 是的 这就要去到我们的分析实验室 会有我的同事乐乐为大家讲解 我们一起去一下吧 好的 我们去到分析实验室 Let's go 好了 那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分析实验室 然后这位是我们的乐乐老师 欢迎你 姐姐好 主持人好 我是来自保际研发中心的乐乐 嗯 那么今天呢由我来带大家 了解一下我们所在的分析实验室 嗯 那么相信呢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 也会了解到当你强大的研发实力 嗯 是的 那今天我们在现场已经听到了这些 机器轰隆隆的声音了 嗯 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分析实验室 我们要见证什么样的奇迹呢 嗯 那么是这样的 当你呢在研发上有非常强大的实力 那么包括我们的研发团队 我们所看到的一些仪器和设备 还有我们的合作机构等等 都是行业的顶级标准 嗯 那么我们北京研发中心呢 拥有一支百分百高校毕业的高学历的研发团队 嗯 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也会和保洁全球的研发团队 以及中国本土的高校和研发机构进行合作 嗯 那么说到研发设备呢 我们现在所在的分析实验室 其实就汇聚了保洁在研发过程当中 会使用到的各种高精尖设备 嗯 所以我们讲到的设备好 我们也都听到设备在运转了 嗯 我们也很好奇 嗯 这个设备到底有点厉害可以跟你讲一下 好的 那么就以我们现在眼前的这台气味动态监测仪为例 那么它是当年呢联合国家国内一家机构独家研发的 它的造价呢是百万级别的 百万级别的 嗯 你敢摸吗 后面就摸了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当年是投入了非常多的这个精力 还有很多的人才在做很多的科研和研发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回答了我们刚才那第三个问题 嗯 为什么我们当年这么厉害 所以呢 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下一个问题是什么 好不好 好 背板就在这边 我们再请秘密来撕开第四个问题 好 给我吧 来 来看一下 当年留香猪 持久留香的秘密是什么 嗯 所以接下来乐乐帮我们解答一下好不好 好的 那说到当年留香猪持久留香的秘密呢 就要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这台仪器 那么这台仪器呢 是全球首台用于赛线实施监测气味在扩散过程当中的这样一个分析 嗯 那么它通过呢 对于含量较少的很量有机物的测量 来实现对于香味分子还有臭味分子的这样一个定量的测定 嗯 当然呢我们也可以转化为可视化的一个热图 让我们能够实时的看到气味 哦 所以您身后这个就是热图吗 对 是的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屏幕上的这个气味可视化热图 它就是一件衣服的气味可视化热图 嗯 那么在这个图上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到有红色和绿色等许多不同的颜色呢 嗯 哦不同的区域 这里是红色的 对对 那这个红色呢代表的就是抽味分子 那么绿色呢代表的就是香味分子 那么我们利用刚才提到的气味动态监测仪呢 也可以来研究我们的衣物在揉搓过程当中香味的释放 来帮助我们进行更好的一个产品设计 嗯 那么要回答密解刚才那个问题呢 我们还要重磅介绍一下当一的一个核心科技 嗯 叫做持久流香因子技术 嗯 这个是我们经常听到的词 对对 是的 不愧是我们的代言人 嗯 那么我们的持久流香因子技术呢 和香水在空袭当中的挥发不一样 它是将香味像泡泡一样包裹起来 然后附着在我们的衣物上 这样呢在我们衣物的这个穿脱过程当中呢 香味就会缓慢的释放出来 嗯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之前会说到那个叫越动越行 嗯 对对对 那不仅如此呢 我们这次的新品呢还进行了一个升级 我们对持久的流香因子技术呢 进行了第三代的研发升级 嗯 那么它就会非常的更加稳定 能够更加牢固的沾附在我们的衣物上 就能够实现更长的更久的香味的留存 实现12周的持久流香 嗯 12周的持久流香 对 这个就是我们升级之后的秘密了 是的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使用了双重的流香因子 嗯 结合我们刚才所提到的第三代的流香技术呢 我们能够实现更多的香型的这样一个包裹 嗯 包括我们消费者非常喜欢的花香啊 还有果香啊等等 都可以包裹到其中 那么这台仪器呢叫做香味 DNA分析仪 那么它是呢 保洁专门用来丰富我们对于香味和臭味的一台仪器分析 嗯 那么这台仪器呢它可以精准的识别到我们香味它是来源于哪 其实我们生活当中的香味其实是多种香味的组合嘛 嗯 所以这台仪器呢对于我们当年研究香味的分析还是非常重要的 嗯 所以就是还非常厉害的仪器 是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的衣服上面这个香香的味道可以让我们一整天心情都会比喻 都会都会好 对 所以这个要感谢当年带给我每一天啊都是这个闪耀的心情 对 所以呢 我要跟大家说一下的就是我们 呃我们的 呃留给别人的一个印象我觉得在气味方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在气味方面可以给大家留下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初印象 嗯 所以呢有了我们当年之后呢 就是我们像新入学的跟新入职的那些同学跟员工 嗯都可以让大家有这个新一面闪耀的感觉 那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换起的衣服也是 会常常放在这个衣橱当中 就像秘密刚才说的我们秋天到了 嗯秋冬天到了 对 要把衣服拿出来 可以把冬天的衣服拿出来穿了 对 然后只要洗过一次以后 等到冬天快结束了衣服还是香的 对 衣服就是香香的 因为我们有这个12周流香的能力 对 所以呢这个 我们的当年可以让大家的这个衣服可以随时的保持我们的清香 对不对 然后包括其实我觉得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比如说我们跟朋友出去吃火锅 这个也是可以很好的帮这个衣服来抑制异味 对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出去社交就害怕的 几项身上可能会留下味道的活动 比如说吃火锅比如说运动 都是有可能烧烤 对对对对 都是有可能 不能出去晚上溜弯走一趟 身上回来已经汗都湿透了 黏糊糊的 但是用了当年就不会有这种担忧 是的 所以就是赶紧上京东来买当尼 还有很多的惊喜 比如说有我们200克三瓶的爆款箱型组合 那下单力减40元 包含了我们的银展微薰 慵懒熏香 还有矿谷幽兰三款人气香型 一概带来全家12周的持久清香 那还有450克超级家庭装 三倍大容量升级 全家都能用 那今天在直播间购买一件减15 两件减50 那领券还能再减10元 所以大家赶紧去下单好 让全家都可以拥有持久的12周的美好香气 让新一面闪耀 那接下来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还是要注意了 马上又到了福利环节 要感谢大家对我们直播间的支持 我们要来抽取一位幸运的观众 来送上秘密清签的照片一张 准备好了吗 好了吗 刚才我们已经送出去一张了 对 接下来我们要送第二张 新鲜出炉 新鲜出炉 秘密清签 然后也是一样 大家看到我们的右上角 有一个这个食物抽奖的按钮 一会秘密会倒数三秒 倒数完之后 大家就狂点那个按钮 就有机会可以来抽到秘密的清签 那我们这个抽奖的时间是5分钟 那接下来请秘密来倒数 准备好了吗 来了 3 2 1 开始 点起来点起来赶紧来参与我的抽奖 千万不要错过 那如果中奖的朋友呢 记得来添加并且联系我们的客服 来领取秘密的清签 千万不要错过 好了 那刚才我们已经见证到了 我们当年领先于行业的这个科技的投入啊 研发啊 那更是了解到了我们当年持久留乡的一个秘密 那个就是我们的第三代 第三代并且已经是第三代了 对对对对 十二周持久留乡 非常的厉害 那我们最后一个问题 相信大家那个细带值完全拉满了 拉满 看一下最后一个问题会是什么 好不好 好 来最后一个问题 来最后一个问题了 ok 给我吧 来谢谢 好看一下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当年的香味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好我们就要去到我们的这个调香实验室 攜带一下吧 刚现在我们就来到的是调香实验室 又来到了Many的地盘 Many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呢 是的我们今天要让大家感受一下调香室的工作 那首先要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个辨别和记忆香味 好吧 那我们来请大家先闻一闻这个瓶子里的味道 猜一下是什么 好稍等 嗯 变香一下 嗯 能猜出什么味道 有柠檬的味道 是柠檬的 哇太厉害了 是是是 可悔是我们的熟悉店家吃 好那一会儿挺用名也感受一下 嗯 那我们再来闻第二个 记住这个味道哟 柠檬刚才是 这个是 嗯 这个不认识 哈哈哈 来试试 嗯 这个是薄荷是不是 哇太厉害了 对这个是薄荷 凉凉的 对对对 好 嗯 我们再来闻一下第三个 能猜出来吗 也猜不出来 不太好猜对吧 这个就不太好辨认 有难度了 张老板 哈哈哈 你猜对了一个字 是不是 含一个章字 它叫香章 香章 对好 那我们上难度了 好 接下来要给大家闻的呢 它这瓶里面含有刚才一瓶 刚才单一香气里的一种 或者是几种 请大家猜一猜 多选题 多选题 对的 我觉得秘密来闻就行 来考考秘密 这里面有香章吗 厉害 还有吗 然后就闻不出来 哈哈哈 那我们请其他 在这也来 嗯 香章家薄荷吗 我感觉跟第三瓶有点像 对就是 嗯 第三瓶就是香章了 对没问题 香章 香章 香章加 我觉得香章的味道太大了 香章加这一瓶啊 柠檬 嗯 对的 好 那我们来第二瓶 好 嗯 柠檬加薄荷 柠檬加薄荷 对 是不是答对了 一会儿再介绍答案 您觉得像什么 这个里面还有还是像张 但是秘密猜对了一个薄荷 对有薄荷的 好那我相信刚才通过这个小游戏 我们已经感受到了 就是这个辨别和记忆相味 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对吧 那我也想到了秘密 有没有发现 就是刚才闻到的这个柠檬啊 薄荷啊跟你生活中想象的 是不是也有一点点的不太一样 对对对 因为我有的时候 对于秘密没有那么的敏感 其实对它其实好闻 所以它的原 这个我们配方的这个原的香味 跟我们平时闻到是不一样 多多少少还是有差别 因为我们这里文艺啦 是单一的香气 它的浓度是比较高的 而且最主要是 它还没有经过调配 所以呢我们也要感受一下 调香师 它是如何通过它的妙手 把我们的柠香猪的产品的香味调出来的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是要调香吗 对的 那我们接下来呢 这里面有我们准备了八款不同的精油 我们会想让秘密通过这个 这个小实验来复刻一下 我们这个玫瑰之巅的这款香气 好 那首先请你来感受一下这款味道 很熟悉了 很熟悉了 因为您经常闻对吧 嗯嗯嗯 是我们的味道 对 那因为我们这个 这个玫瑰之巅的这款香气呢 是我们经过调香师 精心挑选的前中后调来进行配置的 那我们在 我们聊前中后调之前呢 还是想秘密先来做我们的小游戏 这里面呢是有八款不同的精油 你可以任意选择三到四个 把它通过吸管吸到这个刻度线里 加到这个瓶子里面 然后一会摇云我们可以闻一闻它的味道 所以是要秘密就是靠它的味觉的挑选来还原 玫瑰之巅的味道吗 嗯是的 您这上面也有一些标识 您喜欢 真的太难了 对 然后也请Sara也自己来 那个也尝试一下 我们俩一起来吧 行 好 那我可以先作弊吗 哎 哎 我想说这里有玫瑰 我想说我就选个玫瑰 结果它有两种玫瑰 哇 那也太厉害了 而且 三到四个 对 有三种玫瑰 有三种 这里还有一个玫瑰 哦对 然后挤到这里 对 挤到速度线上 但是 所有的 所有的那个瓶子拿来要放回原处 要不然我们就容易混 好 我觉得这个应该有 嗯 好 我勺的不多了 起不去 对 哈哈哈 很有关系 都不现实 不管调成什么样都是您自己的作品 对 不管调成什么样都是咱俩不同的作品 哈哈哈 好 就选这一个还有其他人觉得 他说不是说放三种吗 嗯 放三到四种就可以了 我们用过的滴管可以递给我 就可以 谢谢 真的好严谨 我们就 对 呃 每次再来一个 我们再换一个滴管就好了 那你就看哪个顺眼 看这个 这个能看得顺眼吗 他我觉得他有姜果 是不是 我们要不放姜果和柠檬 ok 听你的 哦 还可以看这个 我对 嗯 这 绝大级的 这 直接抄答案 哎 一个特度 嗯 差不多 差不多 谢谢 好 你觉得还有 还有什么 看看里面 哈哈 还有些绿色的植物 这个绿色的植物 哎 哦 那可不是 那是不是绿色植物 只是装饰 哈哈哈 哈哈哈 我被弟子了 那 有两个课 陈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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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香吧 陈香 好了 哈哈哈 哈哈哈 我的 代言人不愧是代言人 最聪明的秘密 看到了 哈哈哈 非常重要的两个字 陈香 真的 我连抽答案 都不会抽哦 一个课图是吧 嗯 好 我们 ok 好 可能我们成功了 哇 可以 我们一会感受一下 好期待 他需要 把他摇匀吗 还是 要摇匀 你把盖子盖紧 试一下 摇匀 对 好了 已经好了 来 这个手艺 好 那 特调 Sara 这边还需要一点时间 我们先请秘密 用这个文香条 暂取一下 你刚才调配过的这个香气 然后来感受一下 好 来 好 可以拿两个文香条 这样你们也可以文一文 好 那你们来文一文 好 嗯 Sara 弄完了 对 好 那请你晃 晃 有摇匀吗 来 把它盖住 走 你车呢 不太好评 你们可以 我们好像没有成功 哈哈哈 你觉得跟玫瑰之丁是不是还是 嗯 反正大家也闻不到嘛 哈哈哈 镜头前的大家是闻不到的 我这个应该 祝我们成功 哈哈哈 其实我觉得我们做的很好 但是确实不是玫瑰之丁的味道 对 它是好闻的 但是 我们交换了 我已经 我们这边先告失败了 哈哈哈 我那个应该也失败了 你成功了 真的吗 很接近吗 我觉得她的是 哎 哎对 好像 有点像是吗 对 嗯 我不会全对了吧 哈哈哈 什么样种呢 对 好 那我来给大家揭晓答案吧 其实因为呀 这个调配香味的工作 还是比较严谨的 因为我们的调香师呢 需要发入大量的心血 才能够调出这个具有前中后调 层次丰富 余韵悠长的这个香气 那我们刚才看到这个玫瑰之丁这款香气 其实我们在这 调香师在调的时候呢 融合了这个红姜果和香檸檬的 这一款 对 就是玫瑰啦 这个红姜果在这里 大家可以看到 对 以及这个香梨的香气 在中调呢 它又加入了玫瑰 鸢尾和茉莉 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玫瑰 那在尾调呢 为了让它更加鱼韵的悠长 我们就加入了 陈香木和香檸檬 我们错在了 柠檬和苹果 应该选鸢尾和茉莉 应该选这个 怪我 我选成了那个 应该是这三个对不对 对 我们只是选错了一个第一个而已 但是这两个 你们已经选对了 对吧 很厉害 这都是秘密选 秘密选对 不不不 因为他看到有柠檬 我们觉得这个柠檬没有吃 对 我选了这个柠檬 但是你选香柠檬 是 才不一样 对 还是有一点不一样 那总的来说呢 其实我们这一款玫瑰之巅的 核心的原材料 就是这三款了 这是我们的前调 中调和后调 那除此之外呢 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比例 配比也很重要的 刚才你们都是只加了 一臂管 对不对 那其实现在呢 我们请 再请大家 换入新的一瓶 按照刚才说的 这一瓶呢 前调加一管 然后这一瓶加两管 这一瓶加一管 再重新试试试 这个就给VV去吧 嗯 好 那我来帮你 还是我来 我们要加一滴管对吗 对这个一滴管 这个加一滴管 没人抵持吧 这个一滴管 对 第一个是一 第二个是两滴管 对 给我谢谢 这个两滴管 你来 我来两滴管 你来 这个是一滴管 嗯 最后四滴管 最后四滴管 一共十四滴管 一共十四滴管 一滴管 对这个 好 给我来 好 放在那里先 对放这边吧 嗯 然后摇匀 对 把这个放进去 摇匀 OK 那见证奇迹的时刻来了 感受一下 我来 我们再来站一站 感受一下 现在有点多啊 对了 不愧是你 对了 不愧是你 嗯 成功 成功 原来是这个配比的问题 嗯 好的 所以啊 小香式的工作是非常细致的 它们需要花费大量的心血 才能让我们当尼的每一款香型 都能够有层次丰富 鱼韵悠长的香气 如此高级又独特的当尼香气 大家一定要给自己还有家人的安排上 上京东买当尼开启自信加分 新一面 自信优雅的玫瑰 直颠香气呢 祝你在入职开学的第一天 能够消除拘谨紧张 清新自然的自由之森 祝你营绕自信 松弛氛围 主动大方的跟新朋友说嗨 为你的第一印象大加分 那洗衣加一盖 当尼全新升级当尼流香猪 12周持久清香 防御异味 那今天在宝街京东超级品牌日 直播间购买当年的新品呢 更有惊喜的优惠 200克三瓶的爆款香型组合 下单力减40元 那包含了有 鹰斩微薰 雍蓝薰香 矿谷幽蓝 三款人气香型 一概给全家人带来12周的持久清香 还有450克超值家庭装 三倍大容量升级 全家都能用 那今天在直播间购买 一件减15 两件减50 零券还能再减10元 上京东买当尼 让全家都拥有持久 12只新一面 那今天的溯源之旅呢 就到此结束了 那在这里呢 我觉得我跟咪咪也都 确确实实感觉到了 当尼产品背后 蕴含的强大的研发力量 还有研发的心血 那要非常的感谢当尼 带给我们这么美好的香气 那这次还升级了 异味防御技术呢 希望当尼持久又恰好的鲜香 陪伴大家每一个生活的美好时刻 OK 那我们这个实验的环节呢 就成功告成 那我们要去到楼下 来进行一个最后的总结 好不好 来 我们这边有请 欢迎你 那最后我们要再次的有请 我们保洁大中华区 织物与家居护理部副总裁 Sara John 还有我们的京东大商超事业群 医物护理品类负责人 武舒静 以及保洁高级研发总监 Ula一起来到舞台上 来启动 欢迎各位 好 一会呢 我们倒数三秒 我们就一起把手放在启动台上 我们来启动今天的新品发布 来 请准备 3 2 1 启动 谢谢 启动成功 接下来我们有请保洁的客户 上台可以 来 有请客户代表上台可以 好 我们看一下中间的摄影师 来 快 好 好 我们看一下中间的摄影师 好 准备 3 2 1 好的 谢谢我们各位现场的来宾 还有领导 然后咪咪请留步 然后各位请落座休息 谢谢 谢谢 谢谢各位 我们启动成功 那今天非常开心 请到咪咪来到我们的现场 然后 今天最后 我觉得咪咪应该有很多话 想跟大家来分享 对不对 今天很感谢大家 也感谢品牌的邀请 今天来到这里呢 我也真实地感受到了 当你品牌每一个人的专业精神 饱满的热情 就像Sara说的 在不断地研发更先进的技术 更美好的香气 带给我们更好的衣物相分体验 作为一名演员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也是一样的 就是 在自己的专业里 更积极更努力 去体验更好的角色 然后 在每一场戏呢 都需要保持 和入行第一天一样的 运动和专举 不断地去突破自己 成就更好的作品 希望未来继续和当你一起 积极地探索 创造 让我们的新一面更闪耀 谢谢咪咪 说完特别的好 那接下来 我们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好不好 谢谢 然后我们下次再见 好好好 来保重身体 然后我们掌声欢送咪咪 谢谢 谢谢咪咪 拜拜 下次再见 拜拜